为了照顾弱势边缘户 兼具因应不可预期的灾难发生 在基隆市议员李敏勋 以及曾宜芳积极牵线下 七堵区复民里长吴明宗 在永富路37号也成立 七堵第二间民间实务银行 复民里实务银行 弥补工部门社会救助缺口 也获得基隆市议员张耿辉的大力支持 林均水前一年 那个省定来的议员 是够好朋友 结果他跟我说 李敏儿你家都没有做 食物银行 没有做什么 你立正做这两个你做什么 我感觉很紧张 我也不要做 他说你不用怕 我当我叫一乘去给你盗用 结果谁叫民进来 看我这个工作 所以这样做起 那其实我们食物银行在 108年的时候的5月21号成立 到现在的5月21就满四年了 那一路以来做来的话 其实感触蛮深的 就是说其实真的是 可以帮助到很多的弱势 因为三年的疫情之后 一些低收入的 还有更多 兵器败 所以今天成立这个 我相信是非常棒的一个工作 那也感谢所有的这些热心的企业 那些食物爱心食物啊 不断断的进入 的涌入 我真的很感谢 也许我今天赚了四万块 但是我可能有一堆负债 或者是我突然家庭有重大变故 那我这样可不可以申请 其实是可以的 因为他可能上面还有爸爸妈妈要养 下面又有三四个小孩要养 这个对于来对于他们来说 这都是很大的生活压力 李敏勋是基隆市第一位 和民间台湾食物银行联合会合作成立 暖暖最用心幸福食物银行的 基隆市议员 而这也是继今年四月底 市议员曾一方成立 七堵爱香水爱心食物银行之后 七堵第二间民间食物银行的成立 让再次来到七堵参加的 台湾食物银行联合会理事长 同时也是台北市万华区 钟情里长方和生 非常高兴 厂替议员当初要做长照 真的可以一起拉近 那我做的经验 我都愿意把这个分享出去 真的就是照顾人 很简单的一个系统 好不好 今天也祝大会成功 委长如果需要什么物资 我们联合会会尽量的提供 包括地内社区发展协会执行长 邱梅萍 七堵区长冯吉安 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伟 以及副议长杨秀玉的秘书 和刚通过民进党党内立委 初选的基隆市议员 张炳君等人都出席这场活动 杨秀玉也捐赠物资 而张炳君更是特地捐赠 300颗鸡蛋给食物银行 一起做爱心 其实我议会的两个好同事 其实我议会的两个好同事 我们敏薰是在我们全基隆市 在做我们的食物银行 然后配合我们七堵区 我们最认真的莎莎 曾一方议员 然后共同来为我们 副名礼来做我们食物银行 那秉均今天也带了 300颗的有机鸡蛋 也来共襄盛举 配合我两位议会的好同仁 一起做爱心 照顾到更多有需要帮忙的人 副名里长吴明宗 欢迎社会各界响应 加入捐赠物资的行列 一起来照顾弱势家户 以及边缘户的民众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